週六的菜市場格外熱鬧 婆媽們提著大包小包 因為海葵颱風即將襲台 真的菜很棒 從下雨旁邊看 之前下半夜就開始菜都上 尤其是菜啊 好幾倍喔 做生意都沒有辦法做 遇到颱風天 菜價就漲翻天 像高麗菜有菜商喊出一斤九十元 不只民眾苦哈哈 店家生意也掉不少 頭髮摸起來燙啊 對啊 還要一大堂 你家裡沒辦法都沒出來做 我們家裡就沒魚啊 颱風接連來襲 從七月底中台渡蘇瑞 中南部東部接連放了兩天颱風架 隔週卡努颱風影響北北基宜蘭 這週的蘇拉颱風扫過橫村陸地 如今又有海葵 一個半月連續四個颱風 小琉球暑假期間 生意大受影響 當地知名麵攤往往都要排隊 如今空蕩蕩一片 拼账三十六 我三十六個拼账是幾個 就一兩百 他剛走一個啊 就那個蘇拉剛走 明天後天就是休息啊 因為沒有穿 今天沒有客人入住 我們都會請他延期或者是退廢 還好欸 因為其實習以為常了嘛 離島就是這樣啊 民宿業者不敢大意 早早迎迎房台 但蘇拉和海葵颱風接力 遊客行程大亂 兩日遊便一日遊又因為船班 縮短程半天行程 兩天 兩天 對 是今天跟明天 對 今天跟明天 那你們現在是要幹嘛 現在要準備回去啦 因為颱風 來的時候就都不能完成 也不能去踏浪 就是不能靠近 不能靠近沙灘 按照前幾次的颱風經驗 當下颱風的風雨狀況 還能預估民眾也有所準備 但颱風離境後 引進的西南氣流往往都會釀災 無論是颱風期間還是颱風過後 都要避免靠近海邊 TVBS新聞綜合報導